来了来了 德凯奥特曼剧场预告终于来了 名为德凯奥特曼最终长 只前往旅途的彼岸 德凯剧场版最大的看点就是 又以女性奥特曼 蒂纳斯奥特曼拉方登场 目前对于蒂纳斯的身份 我们还不得而知 有人说她是德凯的女友 又有人说她是德凯的孙女 她和明日见德凯一样也是穿梭而来 不过从造型上来看 她肯定和德凯有密切的关联 因为她的形象太像德凯了 只不过她的肤色是紫色 而胸甲则是耀眼的银色 这有点像德凯奇迹形态 新英雄蒂纳斯被称为新生代的吉斯提斯 但是否会像吉斯提斯VS高斯一样 来上一场内斗 这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而这个娇美的小女生 她正是蒂纳斯的人间体 她的本名叫曾山加米奈 至于她在剧中的名字现在还未公布 从预告片上来看 似乎展示了很多的内容 而仔细看又好像什么也没有说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斯菲亚已被彻底消灭 因为在预告片中 并没有了斯菲亚的影子 但是地球并没有迎来和平 反而是更多的宇宙人涌入了地球 其中奏大和蒂纳斯的人间体也被抓 胜利队开始积极的作战和反抗 听说这次大boss的设定也非常的强悍 她统治宇宙的能力 不比邪神格里姆德差多少 那可是集合了所有新生代的力量 集合而成为令家后 才好不容易打败的角色 所以在德凯剧场中的大boss 也是一大看点 另外从预告上来看 特拉菲扎又加入了我方阵营 而她的操控者赵云的扮演者 又出现在发布会之中 这很明显 赵云又回归到了主角团 很明显是她彻底洗白后 又回来帮助胜利队打工 不过也不排除是哈乃2在操控特拉菲扎 理论上这次剧场版 德凯应该再出个限定形态 而特里加是放在TV版中 与黑暗特里加合体后 化为了真理特里加形态 大蒙凯哥分析 最后德凯也应该会融合蒂纳斯的力量 类似钢斯融合杰斯T4一样 合成出个雷杰多奥特曼 这个一般都是远古的正常操作 作为太家剧场版首次预告 也没有令家奥特曼和吸神格里姆德的画面 大蒙凯哥有一种感觉 作为德凯奥特曼剧场版 应该会是向钢斯剧场版来上一步致敬 那种天降反派人力陷入绝境 高斯杰斯提斯两股强大的力量 合力拯救地球的故事 听说在本次剧场版中 并没有特里加和泽塔的登场 至于戴拿是否会出现在德海剧场中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而至于这个看着并不强大的宇宙人 他正是吉波斯教授 他所拥有的船职名为索尔加乌斯 他是企图扭曲宇宙的统治者 而这只名叫黄兽的怪兽 正是吉波斯麾下的一元大兽 并且一举将蒂娜斯击败 我们话不多说 一起感受一下这段预告 全宇宙の支配を目論 悪の天才科学者です 私が倒します ガッツェルフと集中 ラジャ ラジャ 地球を守るのに俺たちの使命だ 輝け 鸡蛋 Ultraman Decker 最終章 旅立ちの彼方へ